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在跟随耶稣的道路 你下了多大的决心 让今天9月27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非常决心的决心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至五十六节 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来到 他遂决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 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 他们去了 进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好为他准备住宿 人们却不收留他 因为他是面朝耶路撒冷去的 雅各伯及若望两个门徒见了 便说 主 你愿意我们叫火自天降下 焚毁他们吗 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 赤责了他们 他们遂又到别的村庄去了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今天的福音提到两次 耶稣面朝耶路撒冷走去 来强调 耶稣为众人牺牲的决心 他已准备好到耶路撒冷走他的苦路 被钉在石架上 历经死亡及复活 他知道会有很大的痛苦 但他一定要达到目标 就是借由他的死亡及复活 来给最极致的爱 我们今天可以默想耶稣坚决的决心 及他的神情 并问他 耶稣 你为何有如此的决心呢 为何你面对石架却不畏缩呢 我们也可以反省 我是否愿意面对自己的十字架呢 还是只喜欢耶稣的奇迹 却逃避十字架 比方说 神职人员只想在都市 为高知识分子服务 却不愿到偏乡 为穷人服务 因为没有掌声 知名度 或是教友只喜欢参加各种教会活动 却不愿奉献自己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回馈给教会 或是夫妻只喜欢安逸的家庭生活 适合玩乐 游山玩水 却一遇到困难或磨难 就离开彼此 这些例子表示 当我们目标不明确时 我们的决心很容易不见 在这些时候 让我们学习耶稣 时时回到自己最初的目标 不因为被人拒绝 遇到困难及磨难 而忘记自己当初的初衷 大德兰曾说 行走这条路会获得很大的宝藏 为了这么大的珍宝 所有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全德之路二十一 他指的这条路 就是通往耶路撒冷 十字架的路 而宝藏就是耶稣 天主爱的国度 那么你是否愿意 以非常决心的决心 来面对生命中的耶路撒冷 及十字架呢 请品尝圣言 莫想 耶稣面朝耶路撒冷走去 的神情和心情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当遇到十字架时 跟耶稣一起回忆 自己当初的目标是什么 并请他帮忙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耶稣 我很惊讶 你面对耶路撒冷 还是如此的坚决 我要向你学习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面对十字架时 还能坚定不移地跟随耶稣 我们明天再见